大家好 升旗而得讀 今天是2024年3月2日 今天是星期六 農曆年來到甲晨年的正月22 這一節是一節特發消息 是張曉明 不知道現在的聽眾到底是誰 張曉明 先後在香港做過是香港中聯辦主任 然後再調任國務院 這個叫港澳辦 只要是早幾年其實對政治 有所 認識的人都會知道張曉明是誰 不過如果你真的沒有留意也不要緊 我就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始終有些聽眾 可能是近一兩年才開始聽時事 這節要說的是張曉明又被滅裁 最新的消息 是張曉明 被免去全國政協 副秘書長的職務 這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又一個 在香港曾經是話事的國內官員 又遭受清雪 這件事當然 對香港的政治來說 尤其是 港共政府 有非常重大的啓示 正如我們經常說 其實 在香港當權 被清算的機會 是相當之高的 而張曉明的情況 正好又把這件事 清楚地說明一次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好 我們也繼續 誠意邀請聽眾 記得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就是這麼簡單 再加上手動點擊 敬請所有聽眾 記得幫忙支持 好 也請各位 留意了 二十三條快到了 敬請 要 訂購VPN 請快點安裝 將它變成生活習慣 好了 張曉明 在香港 就是 做中聯辦主任的 年份 是2012年 直到2017年 所以 近年 才開始留意政治 或者近年才開始聽時事網台 再收聽本台 的聽眾未必會知道誰是張曉明 其實 時代革命都過去了足足五年了 可能現在 那些人 真的連王志民是誰都不記得的 因為真的有很多可能是 近兩年才聽的人 簡單來說 張曉明 在香港曾經 做過中聯辦 好了 做中聯辦是什麼意思呢 由張曉明的年代開始 香港的中聯辦 就是變成了 中共 在香港 這個城市的市委書記 就是說 中國共產黨 運作的方式 是 靠 每個市 不是市長最大 最大是那個市委書記 那個市委書記就是 中共 的黨員 派一個人 代表黨 在那個位置 負責指揮 情況就好像一些政黨 名義上 可能 在議會裏面可能有一個 議長 因為多數黨 在議會贏了 就是 會控制了議會 然後黨會有人做議長 但是在黨的機制裏面 做議長的人 未必是 權力最大的 黨裏面 可能有其他的黨鞭 或者其他元老 即是說 用黨來計算 明明在議會裏面 他的議長應該最大 但是 用黨 的職位來壓制 其他職位的人 這個正正 是香港的中聯辦 由張曉明年代開始 變成了實際 在香港 地下的華視日 地下不是說黑社會 而是說 中共當時 還未將他控制香港 那個手影 是正式 浮上桌面的 雖然已經全世界都知道 即是說 張曉明曾經 在香港 叱測風雲 在香港 曾經 話事 來到今天 又再落得被清算 的下場 有些人可能會說 很正常啦 張曉明不是屬於習近平的派系 你說對了一半 說錯了一半是甚麼呢 不只是張曉明 因為張曉明 被調走 但是跟張曉明 非常密切的 香港的建制派 有非常非常多 所以你看到啟示沒有 即是說 張曉明 鄧東姑 被免職 這不是最重要的部分 因為 張曉明一早就已經 脫離了權力核心 問題是 曾經 跟這個張曉明 走得非常近的人 特別是在香港的勢力 如果張曉明 進一步受挫 即是說 連帶 跟張曉明有關 香港地方勢力 都是進一步受挫 張曉明 由於做過香港大佬 當然香港有 曾經 跟這個張曉明走得很近 徹底跟他巴結 所以我們要做的 就是把曾經 跟張曉明 走得非常近的人 要把他們全部抽出來 因為 如果 是中共要對張曉明進行清算的話 曾經 跟張曉明走近的一群建制派 他們應該也一起被清算 如果 因為任何原因 北京是暫時將他們忘記的話 我們就有責任要把這群人 全部結露出來 不要想著可以避 我們立即來盤點一下 到底有甚麼人 跟這個張曉明 走得很近 看看 張曉明曾經在任內 非常支持梁振英 梁振英今天 徹底 被邊緣化 大家應該相當 留意到了 這件事相當明顯 梁振英又是其中一個已經被清算 是被擠出 權力核心意外的人 雖然說 掛名 是全國政協副主席 但是大家應該知道 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職涵 是虛涵 根本沒有實際權力 張曉明 你回顧 他在香港的任內 他也是最早 是火同梁振英 點名批評 說香港是有港獨組織的 張曉明 曾經 拼命 擦習近平的鞋 但是 一樣 是無阻去今天被清算的 張曉明還有跟甚麼香港建制派人物走得好呢 這個當然 是香港最大的土共組織 就是民建聯 我也看到 香港的媒體 香港的親建制媒體 你不要忘記 其實他們 是互相撕殺的 因為建制派 建制派的權力鬥爭 才是最致命的 所以香港媒體也立即 揭露張曉明 當年 跟民建聯 行得相當之邁 曾經幫民建聯 搞籌款晚會 賣 墨寶 賣一千萬 當時張曉明 就是跟這個 已經持任了民建聯主席 李慧琼在一起 還有譚耀宗 還有肥媽 肥媽 也是 在身邊出現 好像死亡不忌 附近的人差不多全部中了 全部下馬 譚耀宗 又是開始被擠出 而李慧琼在香港 政壇也是被擠出 只能夠繼續做人大常委 另一個 大家 應該就知道是誰了 就是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又是拼命 貼在張曉明的身邊 林鄭月娥 這個女子一直 一直 想上位的 一直都以做香港特首 作為目標 因為 一直自視個人 認為自己 是精英來的 還有資料要補充 就是這個張曉明 張曉明 也是 其中一個 被美國制裁的官員來的 什麼意思呢 這個啟示很重要的 就是 你被美國制裁 不代表 中共 是要對你好的 即是說 他沒有責任 要把你保護到底 所以香港的戰狼 麻煩你小心 不是你 受到制裁 就代表你一定可以在 權力裏面 張曉明曾經 在香港叫做 戚測風雲 一樣 是徹底 是被遺棄的 現在 所以香港有些白癡 以為自己被美國制裁 就代表有得升官發財 這件事 絕對 是他們自己幻想出來的 說回張曉明的政績 張曉明當然在香港 並沒有任何政績 除了搞死香港之外 就算 站在中共的角度 也是一樣的 因為 在張曉明任內 香港先後爆發 是雨傘革命 就是這個2014年的佔中運動 還有2016年 爆發這個旺角的魚蛋革命 就是說 在張曉明的任內 香港 是亂七八糟的 在這個 北京的眼中 所以 他們被清算 是很正常的事 好了我們這一節 也算是半特化了 暫時跟大家分析到這裡 暫時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立法的 23條就到了 大家記得了 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多謝 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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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